《土豆姑娘》 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鬼地方? 有一天,农民把土豆姑娘挖了出来 啊,阳光耀眼地刺痛了眼睛 可是土豆姑娘兴奋得不得了 她坐上大卡车,被送进超市,摆放在货架上 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开始生气了 因为别的土豆把它压在下面 顾客来选购时总是轮不到她 过了不知多久 好不容易有位女士挑挑拣拣地把它买走了 这次她来到一个大厨房里 才高兴了几个小时,又觉得很无聊了 这位女士买了菜,但没时间做 土豆姑娘跟其他蔬菜一起寂寞地待了几天 她的脸都气得发绿了 清洁阿姨最后从菜篮里捡出被遗忘的土豆 顺手丢在了花园里 土豆姑娘非常沮丧 她觉得生命就要结束了 只能在土堆里等死 她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花园里有很多花草 有一株蒲公英注意到了土豆姑娘 她冲着生气的土豆姑娘打招呼 嗨,你好,你是新来的 为什么看起来不高兴? 土豆姑娘哭丧着脸,说 有什么好高兴的吗? 我从前就在泥土里,白白跑了一趟 现在还不是在泥堆里等死 蒲公英是一个乐天派 她安慰土豆姑娘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这里有多好玩 这里可比房间里自在多了 有微风,雨露,成百上千种植物 数不清的小动物 还有美妙的自然的音乐 我保证你会喜欢这里的 土豆姑娘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告诉她 世界真的有这么美吗?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的确感觉好多了 在蒲公英的感染下 她开始试着不再关注自己的悲伤 睁开眼睛观察身边的环境 渐渐地,她注意到了周围深深浅浅 形形色色的绿色植物 各种颜色的花朵 每天都有不同的小动物 从身边经过 蚂蚁、蟋蟀、蜈蚣 还有偶尔在花叶间停留的蝴蝶 小鸟 她看到了美丽的日出 日落 当她静下来 闭上眼睛 真的听到了大自然最美的音乐 那是风的呼呼声 树叶的沙沙声 小溪的叮咚声 渐渐地 她深深地爱上了现在的生活 也变得快乐开朗起来 她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聊天 交换彼此的故事 跟路过的小动物打招呼 跟太阳问早安 跟月亮到晚安 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旧的身体正在逐渐萎缩 新的嫩芽正在萌发 天气越来越暖和 蒲公英的花开了 在准备旅行之前 她跟土豆姑娘告别 这时的土豆姑娘也开出了粉红色的小花 蒲公英惊喜地祝贺 看呐 你的花多美 我要去旅行了 祝你快乐 土豆姑娘回答说 谢谢你 是你让我学会了欣赏生活 祝你旅途愉快 蒲公英深吸一口气 打开降落伞 乘着风飞去了 土豆姑娘静静地留在原地 她一点也不担心 未来会怎样 也早已不再生气抱怨 她深深知道 无论身处何方 真心地爱身边的一切 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很幸福 土豆姑娘努力绽放着美丽的花盘 用生命的色彩继续装点着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